半径是19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利用切切半 绘制里面的圆里面的切切半 特别注意切的话是这样切过来所以你选的那个 这个这个圆的话请你选这边是左上 这边是右上 OK然后给半径半径部分的话是109 OKEnter一下 再来的话另外一边你可以按右键再重复一下切切半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点 然后呢从这边 左下到 右下 然后呢他的半径是218Enter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 切出来那切出来之后要修剪 修剪到你慢慢修剪比较浪费时间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我前面讲过就是给他一个起点 给他一个终点就是这个范围之内我要留下来那你再按修剪 修剪之后的话你记得就是说呢你选外面的部分就是要修剪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点一下 这一条线的部分就留下外面就不见了 那点这边之后的话呢因为我要留的是里面所以我点外面的部分点一下 那这个部分就留下这样这样的修剪方式会比较快一些 OK那再来的话呢这边要修剪那修剪一样按修剪空白键一下 那把这边修剪掉 其实这条线那也这条线也不需要 所以这条线你可以把它移掉移除掉 Can delete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里面的部分 里面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这条线要留下来 但是我要跟这边 做一个圆角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偏移 偏移去的话 12Enter 然后把这边的部分往里面 这边往里面 这边往里面OK 那再来的话呢因为这边需要个圆角 这边也总共两个圆角 那我们可以用圆角的方式 圆角然后呢这边的话呢半径 T部里面要我们 给一个圆角为8 所以rEnter 8Enter 就是先给r r的话就半径 然后呢最后再给一个多重 多重的话 MEnter OK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针对这条线 跟这条线做一个圆角 那你会发现2010以后的版本它就会有一个预览 点一下 OK那这条线就会有个圆角出来 这一点 跟这一条OK 那最后的话呢这边这两条这边这两条线段 又把它修剪掉修剪空白键 OK那这边的话呢把这一条 跟这一条把它修剪掉 那这一题的话就完成那其他相关的那个尺寸 标注部分的请各位再把它玩 再把它自行完成一下 比如说 上面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它标注一下这个标注的部分的话 线性 那从这个 到这个的中心点 那上去看一下109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 这边的圆角 这边的这个 半径 半径跟直径 也把它稍微标一下 OK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那